带头挽救奸血 从高中就开始奸血的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林明志表示 这次与王正旭立法委员服务处及议会党团同仁一起举办奸血活动 主要是呼应赖金德主席健康台湾的目标 同时透过举办公益活动 让民众知道民进党相关政策及立场 也希望邀请更多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奸血 因为奸血不只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也能救人一命 我们民主金融部党金融市党部 那配合王正旭委员服务处 还有我们党团的同仁一起来举办捐血的活动 那这也是呼应我们赖金德主席要求的各地方县市 都要适时办理相关公益活动 来让民众知道我们党部的相关的政策跟立场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来捐血 那我们都知道捐血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促进新陈代谢 那也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再参与其他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能够多举办类似这样公民的活动来服务民众 多位议员党公职干部也陆续到现场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安乐区定国里里长徐颖宇就希望借由自己的参与 可以号召更多礼民一起来响应 第一次捐血的民进党金融市党部副执行长何欣兰也直呼很有意义 我今天是第一次捐血 我觉得这个捐血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这是第一次跨出这个尝试 现在其实你想象中的不痛 保持心情愉悦 现在心情非常好 这个又找到血款很庆幸 台湾东洋药品工业 全联福利中心基隆义二店等民间企业 及议员施伟政郑文庭还赞助白米餐巾纸 洗衣巾及金制饼干盒等作为捐血礼品 鼓励民众踊跃尖血 李明志表示 未来市党部会持续办理更多的公益活动 透过实际行动让基隆更好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救人一命